哈囉大家好我是貝克蘇 今天要聊的主題是 其實沒有曖昧這東西別誤會了 首先有一種曖昧是對方跟你連單獨約會都沒有 連門票都沒發給你 那叫做小劇場 腦補你放大對方所有行為 那個不叫做曖昧 很多人可能都聽過一首老歌 曖昧讓人受盡委屈 可是老實說那是自己去讓自己受盡委屈的 你可以不要接受這樣的情況 很多情況是自己自願跳進去這種螺旋的 其實曖昧這件事情不存在是 當你們要單獨約會了 你是一個男生你在追這個女生 這個女生願意跟你單獨約會 那就是也知道你喜歡她 那曖昧的點在哪 而不是 我不知道現在這種情況 我怎麼會跟你牽手 哎呀我們不是只是朋友嗎 假如你們都單獨出去了 他一定完全了解現在情況是怎樣 還這樣說 我只能說蠻假的 因為他完全知道目前狀況是怎樣 但很多人就會覺得 那一定是我不夠努力 我要再多努力的追求他 是要努力個屁 所以其實你會覺得自己陷入曖昧啊 可是實際上遇到這樣的對象 你就不用再理他了吧 我覺得可以接受的是 女生把你手甩開 或是暗示你說你這樣太快了 就是他承認你正在追他 而不是把關係變成我們只是朋友 但我想享受一下那種好像不是朋友 又好像是朋友的關係 大部分情況你就得一直付出 假如你是女生 遇到男生是這樣 那大部分情況會變成 發生關係了又或是親吻了 當你說我們關係是什麼 他會說是朋友 有些人可能就會覺得自己正在陷入曖昧了 要怎麼樣破解曖昧 我完全覺得這是一個假議題 重點不是在破解曖昧 而是對方簡單來說就是想要有那種爽爽的甜蜜感 但是連承認你們正在產生親密連結的責任都不敢扛 我個人假如遇到的對象是這樣 我一發現 我就完全不理了 因為當一個男生你在追一個女生 真正的吸引是不可能用假裝朋友去吸引的 而是我就是要追你 我喜歡你 呈現出來的不可能讓對方會有誤會 我們只是朋友 就算是變成發生關係的那種朋友 也是一樣的 女生可以明確感受到男生正在進攻 女生大部分情況是跟男生說 OKOK今天我們親密程度到這裡就好了 所以最終的終點 最後不是發生關係就是在一起 又或是雙方在了解彼此的過程中不適合 所以最後前面兩個都沒達到就結束了 所以當你在覺得自己陷入曖昧的時候 你可以思考的不是 對方不知道你們現在關係怎樣 好像他以為現在是朋友 他被逼著跟你約會一樣 他什麼都不知情 不是這樣 而是以對方知情的情況下 你們都知道雙方目前進展到哪 也許肢體接觸到牽手一下下就沒了 你們可以很近的距離講話 之後他就不讓你再更進一步 那就是去思考自己是不是因為不敢進攻 又或是沒有即時的尊重對方感受 忽略掉對方感受 因為一個女生真的喜歡你 他會讓你一步一步在親密程度方面慢慢的靠近他 除非最後那是他的原則底線 也許沒在一起不能輕罪 那其實他也會表示出來 而不是你什麼都沒有做 自己就停在一個地方不進攻了 因為有時候對方說的 跟實際上你們互動情況差很多 我們都是用行為互動本身去判斷 當然也不是嘴巴說不要身體很想要 而是你要用行為去判斷 對方說不要身體行為也是不要 那就是不要 別犯法好不好 可是假如對方說不喜歡矮的男生 你是矮的男生 可是他願意跟你出去約會 跟你揉揉抱抱甚至親吻之類的 結果你要不要在驚動的時候在想 怎麼辦我不高 他不喜歡我怎麼辦 可是行為本身已經是接受你了 這時候就是穩渣穩打慢慢的升級關係 而不是糾結在一些奇怪的事情上 不用把模糊的互動關係去推到曖昧上 因為其實實際上互動模式一點都不模糊啊 通常在吸引互動的過程中 對方硬要把關係弄得很模糊就是 他不想承認這個關係 他不想讓你更進一步 可是又能從中拿到好處 而大部分的女生在社交敏感度方面 又比男生高很多 所以其實對方一定知道在幹嘛 除非他從來沒交過男友 那也許可能會真的不知道 不然其實都知道在幹嘛 而你是男人就是要去主導和進攻 因為你在做這些事情的過程中 會知道跟女生目前關係維持到哪 而不是什麼都不敢做的把關係放在那邊 又在思考自己現在跟對方是什麼關係 記住主導進攻不是匱乏喔 又或是只是告白喔 是自己有確實分享自己的感受 創造出約會的雙贏 其實很多人會問我問題 就說他現在陷入曖昧 可是其實是什麼都還沒開始 很多都只是小劇場 所以我會覺得要先弄清楚 目前自己的狀況是什麼 你才能真的有效解決掉 自己目前遇到的問題點 因為真正的關係互動到什麼程度 只有自己知道 好 我們今天話題就到這邊 想看我的生活可以追蹤我的IG 喜歡的話可以幫忙給喜歡加訂閱還有分享 也不要忘了開啟小鈴鐺 可以收到我最新消息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哈囉 我現在有線上課程服務 有興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 可以點下面說明欄連結查看課程資訊 或是影片上面這個連結可以看到課程資訊 有想要免費收到我推薦的書 或是我想分享的私密內容 可以在下面說明欄點電子信箱連結訂閱 那感謝你的收看 掰掰